11月25日,徐州市接协查通报 当天一名上海市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密切接触者现在徐州市 经徐州市疾控中心核酸检测委阳性 为快速阻断疫情传播 徐州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学校防控组迅速发布 学校防疫工作最新通告 要求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暂时停课 根据学校防疫工作最新通告要求 徐州市示范学校第一复数小学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同时对校园做好全面消杀工作 目前我校库存的防疫物资储备充足 我们一定层层落实压实责任 逐步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全力以赴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在徐州市民主路小学 校园以全面施行封闭管理 对失身员工外出严格管理 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校园 学校工作人员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 同时对防疫物资进行确认补充 学校立即开展人员摸牌 加强家校联系 精准掌握师生家长健康状况和形成轨迹 一旦发现涉及疫情的情况 立即上报 不值停课 居家学习指导 在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校方已开展了线上课程教学 由于疫情的原因 我校启动了在线教学 我们职业教育中间 实践环节比较多 除了直播平台以外 还要加上一些专业的教学环境 来辅助进行 这样一加一的效果 还是比较好的 根据学校防疫工作 最新通告要求 徐州市教育系统失身员工 坚持非必要不离徐 却需离徐的 区有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 各高校学生非必要不外出 却需离校要严格旅行 请假手续 各校要做好人员摸牌 校园清洗消毒 疫情防护物资 储备等工作 切实保障失身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在接到市疫情指挥部的 疫情通告以后 徐州市教育局迅速地研判 涉校 涉生 风险因素 及时做出 停止各地各地学校 线下教学活动 停止各地各类 职业学校 技工学校 实习实训活动 停止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线下教学的通知 有技术生的学校 做好技术生 在校封闭期间的管理服务 和线上教学辅导工作 我们还加强师生的管理 在校师生员工 非必要不离徐 不离校 却需离校离世的 需要办理严格的报批手续 经批准方可离开 学校 Fear 幻美 Desde 自薇 popping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